据外交部网站消息 17号 外交部部长助理农荣在上海 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 共同主持召开中非南海问题双边作商机制第八次会议 双方就南海形势和各自关切的涉海问题坦诚深入的交换意见 中方还就涉台问题向非方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非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立即停止在涉台问题上的错误言行 外交部消息指 在中非南海问题双边作商机制第八次会议上 中非双方一致认为要不折不扣落实两国元首 就涉海问题达成的重要共识 强调南海的和平稳定符合中非共同利益 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目标 双方重申南海争议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 认为保持沟通对话对维护海上和平稳定至关重要 双方同意进一步完善涉海沟通机制 继续通过友好协商妥善管控涉海矛盾分歧 处理好海上紧急事态 特别是管控好人爱交现地局势 不断推进海上务实合作 为中非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中非两国外交 国防 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 交通运输 农业 海警等部门代表出席会议 那虽然前一阵子那个菲律宾在南海闹得比较凶 不过到目前为止 就是菲律宾的外交部特别是马可西当局 仍然是艳丽性甚至有点急切的想要跟中国 能够妥善的处理这个南海的关系 因此次磋商会议是在菲律宾近期不断搅局南海后举行 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中非之间上一次南海问题磋商机制会议 是在去年3月24号举行 当时由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 在马尼拉与菲律宾副外长拉扎罗共同主持 然而去年下半年开始 非方频频搅动南海局势 破坏进一步磋商的气氛 去年12月20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应约与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通电话 双方同意尽早举行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会议 并为此积极创造条件 其实这个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 它是成立于2017年 那么迄今已经举办了8次的相关的会议 那么在此次在当前中非关系急速恶化的背景之下 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 这也说明第一点 这个机制依然在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第二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呢 就是说明了这个目前的中非双方 还是有这种保持相互沟通协调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和意愿 外界注意到 在此次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期间 双方还谈到了涉台议题 中方就涉台问题向非方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非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立即停止在涉台问题上的错误言行 非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将继续予以切实落实 然而非方仍未停止炒作 18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就此问题进行回应 中方表明严正立场是完全正当和必要的 一个中国原则是红线也是底线 任何人在台湾问题上挑衅 中方都绝不接受 必将坚决回击 从马克思上台以来 他改变了菲律宾过去在中美战略竞争当中的一个 相对来讲务实和理性的这种政策 而采取了一边倒倒向美国的这样的一种政策 那么加速和美国的所谓令台战略的战车会进行捆绑 那么最终导致的一个起结果 必然是菲律宾会引火烧身 继续来关注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 当地时间17号 美国东北部缅因州高等法院宣布 暂缓就前总统特朗普在该州选举资格争议做出裁决 这一消息的释放 恰逢深陷多起诉讼的特朗普 刚刚以绝对优势赢得在爱奥瓦州的首长党类初选 有舆论指出 缅因州这一决定将进一步推高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的政治爆炸性 据路透社报道 缅因州高等法院法官麦克拉·莫菲 同一天要求民主党籍州务卿 施纳·贝洛斯在联邦最高法院做出裁定30天内 重新考虑其去年12月底所做出的 禁止特朗普在该州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党内初选的决定 报道称 缅因和科罗拉多是迄今仅有的两个取消特朗普党内初选资格的州 目前联邦最高法院一定于2月8号就特朗普在科罗拉多州初选资格案的上诉举行考投申辩 但具体何时做出裁决 尚不明朗 外界指出 联邦最高法院从未就本案涉及的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形成判例 因此无论裁决结果如何 对美国政治都将是爆炸性的 美联社则称 如果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不利于特朗普的裁决 缅因州州务卿贝罗斯届时将通知选举官员不轻点计算任何投给特朗普的初选选票 在爱奥瓦州轻松拿下首场党内初选的特朗普则继续在各地拉票 当地时间18号 在美国新韩布什尔州的选举活动中 再次炫耀自己在党内初选首战得票率 并呼吁共和党人团结 Remember when Biden goes around all over we're going to write MAGA I want to ask him Joe do you know what MAGA means because he doesn't have any idea It's called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right But we were the first ever to get over that 50 percent we actually had 52 percent and that's never been done and it's time for the Republican Party frankly to come together and to unify 他同时炮轰数字货币并承诺 为了保护美国人免受政府暴政侵害 当选后绝不允许创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值得注意的还有特朗普的行程安排 报道显示 17号当晚 特朗普的飞机因天气原因延误 他晚了两个小时才出现在新韩布什尔州选举拉票的舞台上 18号一早 他出现在纽约麦哈顿法院 与美国女作家卡罗尔廷对峙 而当天晚上 特朗普又回到新韩布什尔州继续开展竞选活动 路透社报道称 特朗普近日的行程安排反映了今年美国大选一个前所未有的特点 白天可以在法庭上为一起诽谤案打官司 晚上可以参加竞选活动 以争取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 报道认为这是特朗普团队针对特殊情况采取的特殊策略 在法庭上的现身露面可以帮助其扩大勋传 并从其忠实支持者那里得到同情 特朗普风头正盛的选情令民主党担忧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当地时间18号 在美国广播公司一档脱口秀节目中表示 想到特朗普可能会在11月的大选后重返白宫 他吓坏了 但他敦促民主党人反击 有刚才指出哈里斯的这一表态 是在回应有关前总统奥巴马对拜登竞选活动感到担忧的报道 以及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 近日对特朗普有可能的第二个任期感到害怕的言论 另一方面 首战告急的特朗普也令共和党内的竞争对手如临大敌 美股上市公司加装连锁卖场加德宝的联合创始人肯尼斯格朗尼 周三表示 作为共和党参选人黑利背后的金主之一 现在他需要看到黑利在下周的新韩布什尔州初选中取得强劲表现 否则他可能不再提供进一步的资金支持 美国波音737机型又出新事故 而且还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专机 在参加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后 布林肯原计划乘坐飞机回国 却被告知飞机出现了严重故障 近年来事故频发的波音737系列 本月5号更是发生飞行途中舱门脱落的离谱事件 一系列事件对波音公司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当地时间17号 布林肯出席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后 本准备和团队一起乘坐由波音737客机改装而成的专机返回美国 不料一行人登机后 却被告知飞机出现泄露氧气的严重故障 要求他们即刻下飞机 美国总统总统安特尼·布林肯 步骤在四周周上 前一个船船经济的故障 一位认识说是一个 关系的事件 关系到浴缸 历史上曾有迷航客机氧气瓶泄漏发生爆炸的事故 2008年7月25号 澳大利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400型在飞行途中 机腹部位突然出现一个直径约三米的破洞 客舱急剧实压 索性机组人员应对得当 才成功迫降马尼拉机场 事故调查结果显示 这个巨大的机身破洞 是由于一个氧气瓶爆炸所致 爆炸威力相当于一枚手榴弹 摧毁了大量电缆和着陆系统和刹车装置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在检测到机舱氧气泄漏后 布林肯一行被迫下飞机并短暂滞留 美国官方紧急从比利时布鲁塞尔 调派了小型飞机到苏利市救急 现在布林肯回国 至于其他随行人员和记者等 则改成商业航班返回华盛顿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在记者会上还专门提及此事 米勒还表示 故障并未对布林肯的工作行程 造成任何干扰 进一步的调查将交给美国空军处理 美国空军发言人莱利也回应称 布林肯乘坐的专机是经过空军改装的737旧型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 波音737公务机是由美国空军升级的波音737-700 并非最近有重大问题的737 MAX-9 其军用名称为C40 2003年开始服役主要用于副总统 第一夫人国务卿等政要的旅行 该公务机由美国空军在马里兰州 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拥有和运营 相较之下 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则是由波音747飞机改装而成的VC25A飞机 造价高达3.5亿美元 波音公司近年来风波不断 因2018年和2019年 先后在印尼 埃塞俄比亚发生两次空难 并造成346人遇难 737 MAX型客机 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要求下 于2019年3月终止运行 同年12月16号 波音宣布计划从2020年1月开始 暂停生产737 MAX 此后波音一直致力于推动MAX复飞 然而就在737 MAX复飞逐渐取的关键进展之际 波音的安全记录再遭遇重创 本月5号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投入运营 仅8周的737 MAX9型客机起飞后不久 机上一个舱门在半空中爆裂 导致机身侧面留下大洞 客机不得不紧急返航 初步调查显示 插入舱门锁紧罗姆有松动现象 其中有一个锁紧罗姆丢失 波音公司声明声称 护杖应由生产飞机舱门的马来西亚供应商负责 引起轩然大波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卡尔霍恩 其后不得不就此道歉并承认犯下错误 承诺这类事故永远不会再发生 机舱门脱落的离谱事故发生后 美国当局以及欧洲航空安全局 随即下令所有同型号客机停飞 并进行安全检查 据悉全球范围内共171架同型号飞机停飞 给多家航空公司造成巨大损失 波音公司的主要客户 总部位于爱尔兰的瑞安航空17号表示 波音737 MAX时客机可能难以在今年通过认证 此外波音恢复对华交付737 MAX系列飞机再度延迟 中方计划在接收过程中对飞机进行额外安全检查 事故发生后波音的股价已暴跌约20% 来关注岛内 台湾立法机构将在2月1号开议票选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 成为头等大使 韩国瑜18号正式表态将与请托搭档的江启臣一起 争取台湾立法机构的负责人一职 明代选举中 中国国民党虽然拿下52席成为台湾立法机构中的最大党 但是仅仅比民进党多一席没有超过半数 因此民众党掌握的八席成为关键少数 那是蓝白河还是绿白河 柯文哲表现出摇摆的态度 台湾地区2024选举结果显示 蓝绿阵营表现都不如预期 面对外界压力 朱立伦和赖清德都不打算请辞党主席 我听到更大的声音 要求我要坚定的留下来 不可以一走两只 我会坚定的奔战到任期结束 一定要忍辱负重的奔战下去 民进党的席位数骤减十个 党内要求赖清德负责的声音也不小 虽然他坚决不辞民进党主席 但也做出一定妥协 我也要更团结党内的同志 我自己就请你来新潮流 在此前选举期间 蓝白阵营都喊出新潮流不倒 台湾不会好的口号 这是因为新潮流系是民进党内最大派系 台独色彩浓厚 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就由这一派系推动拟定 这次落选的十个席位多数属于新潮流系 实际上新潮流系被称为民进党的党中之党 曾一度有新潮流系把持民进党当局大多数重要官职 岛内舆论还有新潮流系架空蔡英文的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 赖清德本人曾被称为新潮流大公子 他这次宣布退出新潮流系 被认为是该系因选举失利遭背弃 赖清德也可通过与新潮流系划清界限 减轻民代选举不利的责任 并未防止未来人士安排时不被新潮流系架空做准备 属于民进党选后内斗的开端 更受外界关注的是即将展开的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选举 中国国民党在2024年台湾地区民代选举中拿下52席次 成为台立法机构中最大党 国民党不分区民代第一名 高雄市监市长韩国瑜18号正式表态 将与请托搭档的台立法机构负负责人人选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民代江启臣一起并肩作战 组成韩江沛争取台立法机构负责人一职 韩国瑜还向柯文哲喊话要实现台立法机构的非绿阵营大团结 以实现对800多万选民所做出的承诺 他表示只要民众党的朋友愿意合作 江启臣更愿意将副手一职的搭档 优先给民众党推出的人选 民众党18号下午发出声明表示 已提出立法机构改革四大诉求 请蓝绿有志参选者具体回应 民众党不会与个别候选人私下协商获利交换 外界认为 这实际上是民众党向国民党和民进党出了四道考题 台立法机构总席次113席 超过57席才算过半 才能获得绝对画市权 然而民进党仅比中国国民党少一席 这让手中握有八个席位的民众党有了很大的议价空间 岛内舆论纷纷指出 现在柯文哲称为立法机构的香波波 是决定蓝绿能否占据优势的关键少数 台湾资深媒体人黄阳明认为 国民党几乎都赞成民众党的改革诉求 按照民众党的回应 民众党理应支持国民党主持台立法机构 现在是民众党虽然说他就出考题 但国民党没有表达反对 他对那些这个改革诉求 他全部都赞同的时候 是你民众党要不要实践承诺的问题 所以我说这2月1号的那个投票 是观察民众党跟蓝获率之间 未来有没有可能有默契的一个可能性 那是一个观察的起点 但是我认为就结果来讲 目前看起来民众党比较可能是走 就是他想要走自己的路 因为老实说短期内 他们把票投给国民党人 可能他们自己的支持者也会生气 那国民党人也不买账 随着议价权的升高 民众党也高姿态开条件 要蓝绿先回答问题 当被问及党内会支持谁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也拿出当初谈蓝白盒的高姿态 不急了还有两个礼拜 给大家思考一下 民众党是不是又想以小博大 想挟制蓝绿两党 曾和柯文哲合作过的蓝绿政治人物 这么回应民众党 有分析认为 民众党除了跟蓝莹合作 也可能会与民进党合作 以换取更多资源 柯文哲正代价而沽 中国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林玉芳认为 绿与白仇恨较深 合作潜力有限 加上岛内有六成民意 反对民进党执政 蓝白更有可能在立法机构实现合作 因为民进党晓得这里面主要还是他们对柯文哲之间 丑恨是很高的 他们一直认为柯文哲是他们培养协助当选的人 最后却弃他们而去 我觉得国民党大概还是想彰显一下胸襟跟杜亮 就是说不管我们选举的时候跟民众党之间有些什么摩擦 口角之类的 那选完以后我们还是希望合起来就是六成 六成的民意是反对这个绿色的这个政府 所以希望我们选的话还是合作这样子 台湾地区前民意代表郭正亮认为 目前岛内最大的民意是清算蔡英文过去八年执政的各种弊政 在这方面蓝白如果能有效合作 就能让民进党不敢像过去一样忽视岛内民意为所欲为 未来就是跟国民党比改革嘛 比谁声量大嘛 比谁更早提出大家认同的议题嘛 蔡英文执政八年总清算 那民众党跟国民党就来比赛这个啊 这个不是漂亮多了 你柯文哲有发挥的余地啊对不对 你党主席嘛 你可以讲话啊